秀才 美女 青梅楚酒 论境天下英雄 汤儿 汉特斯 萨玛兰奇先生 亚当斯 才子 家人 笑谈古今中万世 就有了佳科冲乐队哦 临机一动 拿起话笔 一下子勾勒出一个可爱的表属 三月日历 不亦乐乎 广告回来了 我们接着要跟大家说说 这两个合作非常好的第一部这个影片 就最早诞生了导演和编剧的这个两个合作者 怎么会分到扬镳呢 其实是因为质不同道不合 张石川呢 他非常偏重于影片的商业化和娱乐化 而这个郑正秋呢 就希望影片更具有社会意义 所以两个人分开了 可是十年之后 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又走到一起了 我发现啊 这个历史上的人物总是分分合合 合合分分啊 求同存异 这两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就可以在一起合作了 没错 人家常说嘛 叫君子合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合 虽然他们两个人这个质不同道不合 翻越日历 又同又合 虽然说这两个人质不同道不合 但是不妨碍他们再一次合作 两个人在一起呢 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 叫明星影业公司 而且呢 拍摄了大量又叫好又叫做的影片 不过这个公司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 始终有危机 这个公司的经济危机该怎么办呢 怎么面对呢 张石川在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 憋出了一个创意 每天早晨啊 这张先生都有上厕所的习惯 而且上厕所的时候特喜欢看书 那天呢 是无意中拿起了 儿子平常看的书 这一看 哎呦 太好看了 情节太精彩了 好 如果拍成电影 肯定是叫好叫做 于是这样一个创意就诞生了 一部电影啊 由此而诞生了 因为要考虑到公司的运转 要考虑到票房 那就要拍有一点点商业价值的东西 正好看到这本书 觉得可能会吸引观众 非常的好 这本书的书名 给大家看一下 这本书呢 就是凭江不销声的神怪小说 江湖奇侠传 当年的影响力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 张诗川呢 决定把这本书拍成武侠大片 可是郑正秋啊 一开始不同意 后来考虑到这个公司 确实有经济压力才同意的 他把江湖奇侠传中的一个章节 进行了改编 讲述了红联寺的老和尚作恶多端 最终被一位除暴安良的侠女所破 影片的名字就叫火烧红联寺 话再说回来如何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电影啊 它的技术手段是比较粗糙的 而且你要说要做什么特技 没电脑帮助 当时呢 只能靠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比如说我们现在武侠片里面 经常有特技 那个刀光剑影啊 那个时候也要营造出一种剑气 这就是江湖的那个奇侠故事嘛 他怎么做呢 你看他就要靠很粗糙的办法 去做这个剑气 要用上道具 甚至有 我感觉像消防队的水车 甚至除了在现场要做这种特技之外 甚至还要在胶片上做一些修改 就是画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感觉是一道剑光 但在当时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了 可能比较粗糙 但是很有创意 由于它这个设备也很简陋嘛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安东尼奥尼 为了拍红色沙漠 把这个沙漠给染红了 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火烧红莲寺这个电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这个红莲寺的那个红顶啊 当时没有 但你要做它 做出一个这么大的来也挺困难 怎么办 他们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就在这个摄影机的镜头前竖了一块玻璃 根据那个比例在玻璃上方画了一个红莲寺的那个寺庙的顶 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通过这个手段 它就解决了一个道具上很难去解决的问题 干脆画一个 我觉得跟你那时候推那比赛鞋塔差不多吧 有利的 最早的特技啊 这应该属于 我听说那个蝴蝶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还遇到了一个非常惊险的事情啊 对 这又是牵扯到我们现在要说到的这个特技 最早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钢丝 威亚这个特技 也是诞生在那个电影里面 我们现在的古装片里面 飞来飞去 都要用上威亚 挺危险的其实 那个时候有人就戏称 说这个火烧红莲寺里面那个女侠 是进化最快的地球人 眨眼就会飞了 可以说这个 吊威亚 在那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绝活 其实当时蝴蝶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吊威亚 吊钢丝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惊险的事情 他和这个男演员 是一人掉了一个钢丝 在空中拍这个飞来飞去的镜头 没有想到在拍摄途中 听到嘎嘣一声 断了 肯定是有人钢丝断了 但当时不知道是谁的 蝴蝶一听到这个声音 好像这个人的本能反应 马上就去求救 马上抱住了男演员 男演员也是 一听马上抱住了蝴蝶 两个人其实还是摔了下来 但是因为还有一根钢丝是 可以缓冲 对可以缓冲一下 然后结果落在了地上 没有受伤 后来发现是男演员的钢丝神断了 男演员可能比较重 对他特别感激蝴蝶说 哎呀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否则的话 这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蝴蝶说 我当时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力气 我估计其实也是求生的本能 一听到这个很紧张 马上就抱住对方了 现在拍古装戏 往往都不会只掉一根钢丝 一般是两根 这样有一个保险 我听说好像草影拍戏的时候就说 曾经两根钢丝断了一根 结果断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惯性往下冲 然后冲过了底下是那个士兵的 这个长毛 对 那个刀尖就冲着上面 好几十个刀尖 特危险 从旁边划过去的 就是很紧张 冒了这么多的险 想出了这么多创意 解决了这么多困难 火烧红莲寺的确不负众望 卖的特别的火 到了1931年 已经拍了18集了 这部电影一下子就引发了一场武侠的风潮 不但有火烧红莲寺 还有火烧野百合 火烧野莲花什么 当时的热度 就跟火干上了 真的可能就是 可能以后有一个电影 赵林寺在八几年的时候 就跟那一样 就是风靡全国 大家也就去尽相拍同类题材的东西 这个张石川和郑郑秋 的的确确这样一个电影 使得他们的合作 获得了一个新的思路 只要导演 或者是导演之间 或者是导演跟编剧之间 找对了这个思路 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也是能够在一起合作的 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电影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关注我们的电影视野 支持我们所有的导演和演员 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 看恩泰多辛苦 看见这个皱纹是一天比一天多了 就因为拍戏累的 说白了 拍戏就是一个解决困难的过程 不管是做哪个行业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们可能从事的职业都是不一样 大家都要解决困难 还要坚持 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过的 开开心心的 好了 今天的有事天天说 咱们就聊到这儿 接下来是我们的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世界上最大的钢琴 这是1959年9月29号 世界上最大的钢琴 放在了人民大会堂 大家看到 左下角有星海两个字 这是北京星海乐器厂 生产制造的 在1959年 国庆前夕 人民大会堂快要竣工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去人民大会堂 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钢琴太小了 跟人民大会堂不太匹配 所以呢就定制了 这个最大的钢琴 特大型的钢琴 这个大钢琴呢 是一般钢琴的两到三倍 那么应该是大钢琴配大礼堂嘛 对 把它运到礼堂里来 也是很不容易的 一般的车是装不下 卡车也好 什么车也好都不行 汽车也不行 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 用平板车靠人力推过来的 而且它这个做工啊 也跟一般的钢琴不一样 按照正常的比例 你看这种翻盖 应该是很沉重的 一个人是打不开 一定要有两个人 两个人一块使劲 推开 好了 那现在要把它设计成 一个人能推开怎么办呢 就是用了空心加龙骨的办法 空心可以轻一点嘛 还有龙骨 更加轻巧一点嘛 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推开了 其实现在在想做这种钢琴 已经非常难了 因为当时啊 他们是找了非常好的 这个木工和技术人员 是手工操作的 现在咱们好像生产钢琴 都是流水线作业 没办法 用流水线生产 这样一个原来靠人工作 出来的钢琴 但是 那基本上这个钢琴 就是绝版 不可能有第二家了 对 让我们记住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钢琴 是在1959年的 9月29号 放在人民大会堂的 是在建国十周年前夕 作为国庆的献礼了 也快到国庆节了 其实我在想 我们也有很多的礼物 要送给伟大的祖国母亲 让我们仔细想一下 恩太回去准备一下 在国庆期间 我们肯定也会做一些 节目上的调整 说一说 关于国庆的事情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翻阅日历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准时翻阅日历 再见 再见